我们从另一个角度再看刚才我们修载 刚才Y1等于1.96 它要求这个 area 等于95% of total area 就是拥有1 这个 area 计算是95% of整个 curve Y1是什么呢 就是 假定这个是 main of main Average of sample main Average of sample main 这一截就是加1.96% of main 这个就是减 而它要求这个是等于0.5 即是1.96 即是1.96 是等于0.5 Nanometer 这样计算出来 而这个呢 我从而计算到N 是怎么计算出来的 这个 result 我从而计算到Y1 这个是澄清一下 等大家清楚一下 它是怎么计算的 其实这个 其实这个 这个就是等于你那个 你到这里最尽这个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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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到这里最尽 总之你包了 你计算出来的 任何一个 sample 你计算出来的 都会fall within 这一堆 它fall within 这一堆 fall within 这一堆 有95% 是fall within 这个 area 那我们便容易计算出来 你看看 这个 画完的图 应该明白 对不对